哈囉 又是我們大招堂店 天明 對 OK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前往這個台北 那我們臨時要拍一個蠻特別的企劃 天明剛剛突然跟我講說 欸 阿不然我們今天來拍一個 睡粉絲家的企劃好了 我等一下直接開直播 然後就說什麼 今晚露宿街頭有人要收留我們 還是我們兩個來比賽 我們都開直播 要看誰先 找到粉絲家可以睡 所以我們今天會分開 就是我的意思說 假設我先找到 我們就會一起去我的粉絲家睡 你先找到我們就去你的粉絲家睡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走一個 就是女粉絲 喔 哇喔 對於一般人來說 其實男粉絲就很安全 但對於你 男女我覺得都不太安全 我覺得你無論找男女粉絲都一樣 等一下我們都是幾號車廂啊 呃 1 1號 喔對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忘記帶麥克風 所以聲音比較雜 沒有 其實你可以把口罩拿下來說話 沒有 拿下來也不會比較清楚 你沒帶也是講話不清楚啊 喔 對 口罩不清洩 對 跟一哥一樣 好 我們現在準備打高鐵 反正今天我們 就是踩一個隨機的佛系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家可以睡 就可以 直接睡那個台北車站這樣子 所以等下是我等下到台北嘛 然後我就直接開直播 然後我希望 然後我希望 依照你這個快17萬IG追蹤 抖音六七十萬粉絲的人 應該會找到一個粉絲 願意讓我們睡 一定會 對 吸引力法則 重點是他剛剛還問人家說 欸 幫我塞一下 我們直接去我朋友家睡 不行 我們不能耶 你可以不要把我這個秘密 就是 講出來了 好像每影片都是塞的 七成吧 對 尤其是八者教科書的 我家都九成 啊大家都 大家愛看劇本 對 愛看劇本 然後又愛嗆劇本 對 好害羞喔 好久沒有這樣子拍VLOG 賣當勞 上高鐵就是要吃賣當勞 嗨 各位我們已經到台北車站 說實在話 等一下 如果有女粉絲要讓我睡的話 我也會很害羞啦 就是我們的計畫雖然是這樣 但我希望找到的是男粉絲 啊天明是希望找到女粉絲 你要確定耶 任不會看這部 我他一定會看 我跟任自己在家裡 都邊吃飯邊看的影片 少的那邊的 上次來拍給你看 那這部影片的話 我們可以拍刺激點給他看 然後看那個高血量 靠腰人要拍一拍就分手 嗨 幹嘛開直播 用直播啦 靠腰這裡那麼大 這邊睡誰就好 你要睡這裡喔 還是你就直接去那邊彈著 A few moments later 現在要清洗這個直播的環節了 等一下就是開支帳號 然後 然後你直接在這邊打 到底是說什麼 有粉絲家 盡管可以收留我嗎 這樣子 好 然後就開始直播 好 最近做完完全的準備 國小跟偶像準備在台北車站出動 呵呵呵呵 講得很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平常都這樣自嘲自己 好這個卡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錄影機 然後現在是直播的Live現場 好了我覺得這個可以不用錄 我們專心在這上 反正我們今天如果你們沒有要收留我們 我們就只能在這邊睡覺 欸剛剛有一個人說可以耶 哪裡啊 啊現女生 欸啊如果可以的我們要怎麼 現關注他東西是不是 可以的話叫他私訊我IG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IG聯絡 欸其實很多人耶 我跟你講各位 我們要找是那種家裡可以拍攝 然後家裡是就是盡量有大人在 如果你自己住外面我們也OK 但是要是可以拍攝的狀態 好了各位 那我目前打給聯絡我們的第一個粉絲 他目前他是說他可以來載我們 然後這個是一個20歲的女生這樣 那目前他沒接電話好不好 我不知道是因為沒通還怎麼樣 我們先給他掛掉 然後對 他目前他是說OK 然後他家人 他還有一張大床 他家人睡了 然後他覺得OK這樣 因為全程拍攝 我們也不會做違法偷東西 或者是對這個女生怎麼樣 不然這個我們網紅不用做了 對我不想為了一個女生這樣子 但如果今天是三趟有雅我可以 然後他現在打沒有通 好下一個 我們打下一個 好來這個直接打 合太將 好 感覺就是個阿祖仔 好 好 其實有點想打 有了有了 YES 合太將接電話 這一個說他現在不方便講 那 你 要 怎麼 在 我們 OK我們目前收集到非常多的人 剛剛是有一個說在外面等我們然後放聊我們 對 重點是現在已經晚上12點多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把我們把一些推掉了 欸 你好你好怎麼了 走等一下怎麼了 我是看你們直接來 可以嗎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兩個可以聊一下嗎 靠白色沒聲 等一下 靠白色沒聲 我可以 你可以 先問他有沒有空的房間 好 好 等一下 美女 你怎麼稱呼 叫美女 叫你美女 哪來的自信啊天啊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裡有沒有空的房間 有啊 你真的是看我們直播都直接衝過來了 對對對 可以拍攝嗎 可以拍攝嗎 拍我嗎 就是你們家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可以翻箱倒櫃嗎 看到櫃子想開就開這樣 不行啦 不行啦 哇靠 你是比較喜歡天秘還是黃地 我喜歡 他一定是 車那邊啊車那邊 不去了不去了 今天去過不拍了不拍了 那我幫他拍 好好好 OK那我現在 去搭計程車 對 欸我現在很瘋狂耶 很瘋狂 就真的有一個粉絲 然後來找我們 這樣我以後要在每個縣市都找你粉絲家 你看我多有魅力 OK反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去他們家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但不方便拍我們就不拍了這樣 好啦反正等一下會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發誓我們沒有要幹嘛 完全的純真無邪 完全的乾乾淨淨 完全的就是很安全好不好 各位不用想太多 OK 如果今天有做什麼奇怪的事情的話 千兵會被天打雷地 結果這純道雷打下來 哇哇整個超露天的欸 一步步揭開 女粉絲家的神秘面紗 等一下 到底要走多久 各位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女粉絲家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髒亂 我看到 欸你腳踏錯了 欸不是 漂亮的 漂亮的你 欸看他房間 看他房間 欸他說他這邊可以拍 他反正他房間就是禁區 對 那我們等一下會偷偷窗進去 他說這裡可以拍 我開廣角給大家看一下 後體學 對 我跟你講各位我這樣看了一輪 我剛剛已經進來 用我的 這個火眼金金全部掃描過 所以 所以 我們兩個今天是點水嗎 我的位子是這個 阿你是那裡 洗衣機 我們來看一下女粉絲家的 喔哇 欸這裡很寬敞 HOLY SHARE你睡這裡 這裡超市 幹你啊好臭 欸不對喔 剛才這種曬衣服的地方 都會有 小可愛 然後還有 女生的襪子 欸我要看的東西在哪裡 喔這是內褲嗎 還是喔 喔喔喔喔 欸 喔唷 欸你們這邊就兩個女生住嗎 兩個女生住穿著幹嘛 還是甜蜜你穿看看 這個是什麼牌子的 喔 喔 不好意思啊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 就沒東西啊 欸裡面還比外面乾淨 然後裡面不能拍喔 喔不行 OK各位那現在來到 1號女生的房間 我再看了一下 其實我也不是說 我有少經過女生房間 我經過非常多女生的房間 是為了拍攝 但都是為了拍攝 你聽我把話說完 我跟你講 來到女生的房間 其實桌上的東西 覺得都不會是大家想看的 床上也都保持得乾乾淨 他剛剛進來一定有收 重點是 這種東西 各位 可以開嗎 可以 可以 認真 對啊 裡面沒什麼欸 裡面沒什麼 就是我的衣服 欸 三小喔 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嗎 可以啊 欸 意外的沒什麼東西 我不好意思還翻下去 好 這個也可以開 可以 你在猶豫喔 我給你機會喔 可以開嗎 好可以開 喔 哇 現在是怎樣 一直考慮 喔 可以帶 可以帶 喔可以帶是不是 會不會摸到什麼 黏黏的東西 是我嗎 我 那我們可以繼續 探討下去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喔 那為什麼他沒有收好呢 這個不是應該摺好 然後 然後 不是應該摺好 然後整理好嗎 好 我們就不動 因為畢竟我們是男生 那我可以問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我跟你講 根據 我聊 你的是不是 不是 根據衛生 我們要摺好 說好 我是男生我就會說 那 這裡都看過了 這邊沒什麼 這邊就沒什麼 所以第二層才是最主要有什麼的 這我最沒什麼的 沒什麼興趣 他們的浴室長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以女生來說算乾淨 因為我看過更亂的女生浴室 各位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吃宵夜 吃宵夜的部分呢 就是 可以拍啦 他說可以拍 我一開始以為有種原因不能拍 他說 現在他比較醜這樣 欸有蟑螂 這裡這裡 真的會怕 他說他會怕 我以為他開玩笑 很可怕 那蟑螂跟沒錢哪一個比較可怕 當然我們的可怕 喔 所以沒錢可以 我沒錢不行 那現在我們在吃這個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關於他們家這樣 好 關於他們家 你覺得整體來說怎麼樣 我覺得 有床位可以讓我們睡覺 我就已經太行 不要要求太多 對啊 我去麻煩別人 我來只是拼拼他家 喔 我不幹這種事 欸 欸 那我們就先吃飯 因為他的手錶給他 好了 現在的時間是 2點18分 那我們由於明天 早上9點半 要集合 啊7點多 其實就會先跟REN見面 我先講一下 明天的企劃 很特別是 我的40輪頂的企劃 好 期待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是睡他的房間 鏡頭幫我帶掛一下 好 就是這樣 啊我跟黃帝呢就是會 這個床很小 你看我們兩個男生 其實超大好不好 哪有兩個男生這樣子差不多啊 我的意思就是要跟觀眾講說 我們 不可能跟他們會怎麼樣 因為就這樣而已 不可能會多幾人 啊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就是 這個界線會畫好 你不能過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喔 又沒關係 我靠我靠 又沒關係 7點 9點 9點 10點 9點 1點 9點 1點 9點